這裡最有名的就是海鮮腸粉 你看看有多多材料 它是潮州特色的腸粉 不是用醬油 是用鹹汁蠔, 是珍珠蠔 你看多大 吃了最大粒的 好吃這個 不用咬, 入口即化, 像溶了 很酸 珠海最有名的一條路就是情侶路 我們由仁東島經江扁橋 就去到情侶路了 這條路有很多景點 譬如城市揚台、野尼島 日月輩和珠海魚女 我聽說珠海魚女的背後 有個驚天地泣鬼神的愛情故事 傳說珠海魚女本身是龍女 誰知她喜歡了一個漁夫叫海鮮 但她們的戀愛要激你很多磨難 她們的女兒在這裡, 她老公呢? 我現在帶你去 有說找老公, 老公在哪裡? 老公在這座山上 這座叫做景山 是珠海人的共同會憶 如果找老公有誠意的話 你可以走上去, 40分鐘吧 或者你可以選擇 纜車上、纜車下 或者纜車上、衝鋒者下 你知道我很有誠意 我選擇纜車上、衝鋒者下 你追快吧? 你這麼急的 找老公的, 要快點 我來了, 老公 別人的老公 其實景山雖然不高 但已經足夠看到整個海灣的景山 所以你小時候有走上來 經常走上來 我們經常半小時走上去 我為什麼每次看到這麼浪漫的 都是跟你在一起 不好嗎?有什麼問題? 好到極點了 我這裡也可以看到日月盃 高處看得更漂亮 很漂亮 其實這條景山的雲道 是珠海的一個隱藏玩法 這條雲道全長有11.2公里 它串連著珠海很多大的公園和山 慢慢走, 看風景其實也很浪漫 說了這麼久, 到底魚女老公在哪裡? 這位漁夫海鵬雖然不姓路 但你知道最後的結局是怎樣嗎? 她死了之後, 魚女很傷心 每天都在這裡哭哭哭 然後她的眼淚就變成珠海的 100個小島 這個就是那個衝鋒車嗎? 對, 平平無奇, 很普通而已 不要, 你帶我玩一些刺激的東西 分半小時下去了, 走吧 吃飯了… 快點, 吃雞腳, 來… 給點, 給點, 給我多一點 這位很棒 很濃烈 很濃烈 這個很濃烈, 皮皮無奇 我要先看 好玩 但我以為你帶我玩小兒波的原諾 這麼棒 但我想說, 我的耳朵快落了 為什麼你不怕? 很好玩, 你不用膽子, 沒什麼用 這個衝鋒車是沒有電力的 它全部是靠重力地推下來 好玩… 這都是童年的陰影 我覺得要去靜一下… 我先靜一下… 玩了這麼久, 肚子餓了 什麼時候帶我去吃東西? Jacky, 你知不知道 最地道的東西一般藏在哪裡? 我現在就帶你去 Jacky, 我帶你來吃珠海 最流行的, 最地道的伴侶 就是這裡 這裡有很多人排隊 不過環境有一點基層 女神, 你不介意嗎? 傻瓜, 會吃才來吃這些地道的地方 這裡最有名的就是海鮮腸粉 你看看有多多材料 它是潮州特色的腸粉 不是用醬油 是用鹹汁蠔, 是珍珠蠔 你看看有多大 有很多, 吃了最大粒的 我吃這個 我不用咬, 它入口即化 好像溶了, 很酸 其實這個也是我的童年回憶 為什麼? 家鄉站江, 地道食品 都是腸粉 還有這個… 這個豬雜湯一定要介紹 這是我最喜歡喝的湯汁 豬雜加新鮮的�乙母草, 紀錄 我香港找不到這些 而且豬雜裡面的材料也很豐富 豬心, 豬肺 其實我很少吃內臟 但這間的豬雜我願意吃 因為我覺得夠新鮮和夠鮮甜 有清香草的味道, 不知如何形容 但它不會苦 它本身的味道很濃 我醒了 我回到珠海了, 很開心 我很喜歡珠海這些小小的店 很有人情味 你可以很大聲地跟老闆說話 老闆, 我很餓, 可以快點嗎 可以, 我馬上叫他們快點 謝謝, 謝謝老闆 帶你去吃宵夜 好, 哪要去吃? 夏灣 下午就去過吧 夏灣晚上是另一個世界 這裡最大的特色就是每到九點半 坎道全部出來了 在十分鐘之內, 全部排滿整道街 而且每個攤主都很熱情 是… 他們不斷說, 寶貝, 就去廁所 我想吃糖水 快點買糖水 你想吃什麼就買什麼 有一個木瓜牛奶 然後有一個綠豆沙 二十三元兩個糖水 還不錯 我很久沒吃過這個 一桶桶裝著, 然後就這樣拔出來 很冷, 很新鮮 很新鮮, 最重要是行夜市要有優惠 所以我們除了飲料, 還要買魷魚 我叫了加辣 通常嘗試危險的東西就是… 你先吃, 行嗎… 很好吃 我看到你剛才是用橙壓著它 去燒, 所以很入味 好吃, 好吃嗎? 好吃 很好吃 十五元兩吋底 宵夜都買完了 那我們是不是回酒店了? 待會你就知道了 這裡真的很壯觀、很美 但我們今天走出去很累 為何帶我來看魚 我們今晚不住酒店了 我們今晚睡在這裡 我人生第一次對著禽莎睡覺 禽莎很大, 像巴士一樣大 還有這個水族館曾創下五項見歷史紀錄 我覺得我們今晚在這裡真的很寧靜 而且覺得很神奇 你有試過潛水嗎? 我第一次潛水已經在澳洲大寶礁了 你有沒有看到很大的魚? 有, 那時候還看到一條 比這條魔鬼魚大 然後我的教練還牽著我去追求它 然後離開了一群人 我試過去菲律賓潛水 看到一條海蛇 然後我就怕死, 帶你去海裡 然後我咬著那個嘴 你又不可以尖叫 然後我聽… 你可以的…